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这个应一个观众所求的要看这支笔 那我就做一下这样子 那这个,呃,三文堂的联石,联石吗? 联,联石限定版 那就是以前有看过不是梦作的那个视频 反正我也被读到,但是但是没有想过去录 那这样有观众想看,我就录一下了 这支笔的价格也不会很贵 应该人民币好像300还是400吧 那台币乘以4呢,1200到1400之间 汇率我也不是很熟 那这支笔的话,那个人看到就整个包装都在,少见少见 我笔很多时候包装就冷了直接 那整个包装来讲的话真的跟欧比一样就是说很细致 台湾的钢笔做起来来讲就是说整体的考量等等都会,呃,怎么讲 真的很很到位,就是说很满意 这个字有点太大词了 这个就很满意 那你看这些上面的一个包装吗?能看到? 哇,这上面的花纹 然后还是有点凹凸的,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凹凸的花纹 然后这个有点纹理了 做旧,但是又很现代这样子一根笔 那台湾的那个传统跟现代的一个结合,它做得非常好 那上面的这个纹理嘛 上面这个纹理也是做的有点仿石纹的那个 还有一个凸字,但这个笔的话 可惜的不能像iPhone那种一样 就是你这么一放,然后它整个这样下降 它还是得要有一条这个小线拉一下 然后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么开会不会有影响啊 这个会不会把笔盒弄坏什么的 那笔盒的话就是,其实前面已经开过 我会重新把它包好这样子 好,那整个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看到死掉了,这个不要太介意 好,这里的话 笔我们先放在这边 然后再下来这个我们先放一边去 这个也是 那整根笔的话 这只跟它对比真的不知道哪一只好啊 好,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包 这个叫什么说明书 这送的一个笔带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使用说明书 然后这个牌我不知道是 因为我一开始拿的时候忘了 没有记得 然后我不知道它是夹着呢 还是说 这样子给它放上去 反正这张我不知道有什么用 感觉有点多余 不知道有什么考量的这个 反正就影响不是很大 那我就给它这样子放上去 再下来它会送了一个笔带 那这个笔带的话 然后这个就一个盒子嘛 所以说它整个包装来讲的话 没有那么怎么讲呢 呃,就是说无脑粗暴 就是没有说像这种 就是说平常国产品会买到一个 什么一个的 什么就是一个塑料盒 哎呀,这个歪掉了,不好意思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是这样 呃,笔带的话 还有送一个这个中层 这个我也没看过 这个我当时笔带拿了 然后就放回去了 就没有故意去那个研究一下 那整个笔带的话就是其实 只能适合它了 你看就是只能给它用 我估计,对 呃,短笔或者拿下来 白粒金 白粒金的话 啊,白粒金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那像,哦,不好意思 像那个 149的话就 149就不行了 啊,刚刚不是 好像刻到一个地方 不知道有没有刻到 好像没有啊 这 那一个 149那这样果然就是好啊 好,那再下来 呃,整根笔我们先来 我顺便来看一下这个 空间比好小 空间比好 哦,好送一个 哇 哇,这个 给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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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真的给力 这个送的 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不是玻璃 这个是那个亚克力 亚克力的笔心 就是 你看 很轻 对,好 这个给它放一边 也是一样 那上面有一个糖感笔的一个贴纸 啊,这个给它收 给它折一折 我等会再收吧 好,那整根笔的话就这样子 一拉 然后把它卷卷起来 就可以了 好,那个下来 那能看到 首先尺寸上来讲 跟白利金那 几乎没差 能看到 没差,几乎没差 那它这个粗细到时候不用担心 然后整个摸起来那个手感吗 呃,我觉得拿我第一支的这个无印啊 无印的来对比会比较好一点 呃,这个这个口已经掉了 那摸起来能看到 这个首先 呃,视觉感受以及它的一个摸起来触感 它这个就真的很想很像那种什么 磨刀的上面那个磨石就是那很像那种质感 非常的滑 但是呢 就不知道 对,这个摸是有点声音的 给你们听一下 那像这个 就没有,就是很滑 啊 能感觉到 没有,就干 单纯的很滑 啊 然后再下单整根笔的话 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的 是不是真的用矢作 应该 成本应该很高吧 如果这么做 我觉得应该是金属吧 但这个摸的声音 对,我不知道它怎么做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一根笔 然后这个 呃,笔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这里 然后我这样子给它放上去 能看到吗 就是 呃,对 它会慢慢滑回去 它不会 就是它这个精度是非常高 它不会 有点,有点晃动 但是晃动的怎么样 就是刚好那个气压 会搬到缓冲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摔到笔尖 或者是说其他的问题了 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 然后这么一扭紧 然后整根笔就可以了 反正有点像安全笔的概念 但是就很有自己特色 那这个再下来 那这个就正常粗度嘛 然后它本身有这样子一个粗细 我这么去拿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拿就有点割手 反正是有点割手 你可能要这么去拿 就拿上面这个位置 但如果是说你手比较小的话 就是比较小的 然后就对 那如果这只好是 那这只你就可以 那它这样子拿 那肯定是顺手很多了 配重来讲整个笔也是非常轻 那非常轻 在下来就是它整个总 三间套就这样子 这里一个中空的看到底 这个这个就没有了 然后就这样一个笔尖 那整体来讲就这样子 那像我自己个人的话 也是偏向这样子 这样子用 而且这样子常体现它整个 这个插把方式的一个很大特色 我一开始以为是赛露露 才可 赛露露才有 就是 才有这样子一个效果 没想到它这个粘石也有 这个就真的 怎么讲 那这很感谢这位观众去那个推荐这只笔 真的 也是很意外 笔的话本身是一个 对 那个沙漠器 我拿一下 等一下 那沙漠器的话 反正就是 呃 本身我不知道本身有没有配的 这个 这个因为拿回来就是已经有了 我不确定它本身有没有送那个沙漠器 然后就是也是那个 这个是 呃 本身是欧标的 那这个就是本身有的 然后这个就是那一个 呃 好像 这个是威迪文的 嗯 有点意外的 嗯 卡不进去 有点意外的 卡不进去 你看这个 这个就可以刚好 但是 呃 我以为它是欧标 有点水吧 是之前吸笔的 这个就完全卡不进去了 好了 那个威迪文的笔 还是只能用本身的那一个 本身的那个什么 本身的那个 呃 沙漠器啊 虽然说欧标看了本身也有不同的差别 那这个挺有点小紧 好 那大概就 这一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 沙漠器收一下 然后呢 呃 试一下这个是那个 这个 施耐德的笔尖啊 这一支是我 我另外一支 我就直接把这个给拆上去吧 沙漠应该就 嗯 懒得上了 那这个就是 呃 这支无印是换了 算是我 因为我日用最多的笔尖是百利金了 那你看这个就是 百利金的一个 钢尖啊 无印和那个末将基本上属于我现在的一个 就是怎么讲 换尖笔 那基本上就是我换尖的话就是拿这样子来换 因为价格也不贵 然后拿来做这个实验也是刚刚好 那现在这样子 那这个笔尖我们先盖上 然后呢 再把这个 新墨器给拿出来 直接往里一推啊 因 施耐德 施耐德可以 那就是 呃 威迪温的Waterman的他的那个 呃 Waterman 那个新墨器他本身口径是比较小的 好 那再下来 那整根笔就算是ok了 那我们先不把墨给往前推 我们先看一下他整个的 笔尖 笔尖来讲的话台湾的 物外设计或者这一个 糖钢笔好像都是用 史密特的那个尖 让人看到上面的一个 尖的大小是一样的 只是说一个推的比较进去 一个没那么进去 这一支的话好像是EF尖的 我这一支是 然后再下来这个的话 反正常做评证 我我买肯定是最细的间 因为大部分观众应该都从细间为主了 然后整个笔尖的话 该讲的也你看这笔尖完全一模一样 跟无印的那个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无印能这么便宜 那个笔真的很意外 然后前面的那个本利能看到应该是差不多了 整个那笔尖笔尖是完全一样的呢 你看就连中间的那个中缝啊 就中间这个也是左右两边是空一个槽 中间就没有 再下来 因为书写感受肯定跟无印是差不多 那这一支应该值得 对我个人来讲应该值得留一留了 好 那整支笔大概是这样子 它的一个笔杆是真的很滑行 是笔尖上面来讲的话 呃 能讲的不多 说实在真的能讲不多 好 那这个的话我就往前推一下这个膜 往前推一点 我看一下它前面的这个 有点摸出来就差不多了 好 拿一下本质 本质的话就是 对 好 那个我随便先撕写一下 呃 呃 呃 还没有 那再多推一点吧 不行的话只好 直接把它给 可以了可以了看到 帽了一下 刚刚前面的 应该是可以了 试一下 嗯 还是不行 OK 可以了看到这里已经冒墨了 照理来说冒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试一下 嗯 还是要甩一下 甩一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这么上了这么多了 OK 可以看 可以看 可以可以 应该在我来说应该没问题了 啊 有了有了 那就试写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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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了 那一个就对 既然防守空虚这样把它减少 好 那一个就是能看到无印的我记得我以前买过它是好像只有F千 那能看到就是说整个上文他嗯 不不不上文 唐甘比这次肯定是EF 因为同样F间的话它品控不会差那么多 因为史密特毕竟也算是一个大产嘛 好 那个颜色来讲的话能看到就是说无印的这支完全就是呃怎么讲就是说墨完全黑色是同一的太细的间的话没办法太黑了这个是很很常见的一个事情 再下来的话但是如果是平常书写的话我个人认为是F间比较好因为整个字比较黑但是呃出息来讲能看到其实变化幅很大对呃那其他的十米特尖的话我觉得就是呃中规中矩吧反正就是用肯定没有问题了那追求书写感受来讲我觉得也ok 哎热用也ok这样子就是呃没有没有好评也没有差评那种感觉对好那就是整根笔就这样子这一支笔整总体来讲就最大它是真的它这个我摸起来这个手感真的是很棒很棒非常棒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呃呃吸墨器是欧标欧标的如果是玩乐笔玩别的笔国产的呃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必须要欧标口径的 现在这么看史密特的那个西莫锡还是不是米特史奈德的史奈德那个西莫锡真的很惯人很多笔多人用啊因为刚刚我也是现在才知道威迪文的那个西莫锡的话不是所有干笔都通用啊好那就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或者帮我补充一下那一个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